索尼的独占游戏为什么会上PC 是因为现在的3A游戏开发成本越来越高 开发时间越来越长 风险越来越大 游戏开发公司花了这么多钱 花了这么多时间做出来的游戏 但是谁都不敢保证它会大卖 比如《最终幻养7》重制版 据说花了2亿美元 一款PS5游戏的定价是70美元 咱们按照一份50美元计算 得卖出400万份才能收回成本 但实际上一款游戏 整个销售周期平均下来 是到不了50美元的 游戏上了PC之后 可以分担一部分游戏开发成本 能够降低风险提高利润 因为PC玩家的数量是最多的 各位拥有PS的玩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索尼的第一方独占游戏 它不会第一时间上PC的 一般一款新游戏发布之后的 3到6个月是黄金销售期 这时候热度是最高的 然后它的价格随着时间递减 比如一款新游戏刚发布的时候 卖500多块钱人民币 一年以后它会卖300左右 两年以后它会卖200左右 三年以后就卖100左右了 四年以后可能就入库了 根据以前的经验 索尼的独占游戏会在 第二年到第五年之间登录PC 收割一波电脑玩家 但是在上PC之前 想玩这款游戏的玩家 其实早就玩了 索尼它是个公司 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当年索尼出独占游戏 这个策略的时候 也是这个目的 那个时候在电脑上 没有这么好的游戏 很多玩家是为了独占游戏 买的PS3、PS4 现在独占游戏 登录PC也是为了降低风险 让利益最大化 因为时过境迁 现在格局变了 玩法也变了 PS独占游戏上PC 这个商业策略 确实伤害了很多 索尼老玩家的心 以上是个人见解 给各位参考 欢迎评论区评论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